謝謝 趕快去 再再練 再再練 再分享另外一個案例 有一個四十幾歲的女生 然後她還沒有到更年期 她年輕的時候 就是常常會尿道感染 所以她知道那個尿道感染的症狀 頻尿 減尿不順 然後尿尿會痛 所以她這 就已經很久沒有了 結果她最近這些症狀又開始跑出來 而且她一直去廁所 但是又尿不出來 還有她跟她先生刑訪的時候 她都會痛 所以她就決定要來醫院看 然後她一來的時候 她就說我是尿道感染 但是我們把她小便驗出來是乾淨的 她說你確定嗎 她說而且我覺得我的膀胱一直有尿 非常非常的脹 然後我覺得我真的已經受不了 她脹在那邊已經脹好幾個 因為我受不了 然後我就幫她做了超音波 就發現其實你膀胱真的不脹 結果她說沒有 這已經困擾我太久了 我根本沒有辦法去做我的社交生活 一直在那邊頻尿然後不舒服 我根本就是尿道感染 然後我的膀胱一定有問題 可是我幫她說 我說超音波看起來膀胱真的不脹 她說你幫我倒尿 結果她已經不舒服到她真的拜託 我們要幫她倒尿看看 結果倒尿出來根本不到100cc的尿 對 然後而且很乾淨 倒出來的也是很乾淨的尿 她就覺得說你們一定是用醫 你一定沒有幫我倒乾淨 因為她真的太困擾了 可能然後再加上她跟她先生心房也不舒服 她整個是一個很困惑很焦慮的狀態 所以我就跟她說那我們去那個泌尿外科 做進一步的檢查好了 結果泌尿外科幫她做了很多的檢查 最後做了一個膀胱鏡去看 就發現她的膀胱非常非常的厚 而且上面有一顆一顆的granulation 這樣一顆一顆的東西 還有一些潰癢的變化 所以她其實是 然後這個很多女生也會有這樣的症狀 然後這樣的女生的話 除了要給她一些症狀治療之外 還要去處理她們的情緒 的焦慮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蠻難治療的病症 但是其實蠻多女生都有這樣的問題 然後如果這個再加上漏尿 哇 就很辛苦真的很辛苦 好 接下來看長期腰痠被動 其實你的骨質疏鬆囉 會引起什麼病呢 小心骨折死亡率高 就是當我們骨頭鬆了就是這樣 空洞是這麼的這樣子 空空的密集的 對 它的那個致密度整個差了很多 當你沒有骨 正常的骨質它是非常致密的 那骨鬆的話一個個量價都變得非常空 空洞非常多 那其實骨質疏鬆這個問題就是說 大家統計45歲以上 這是五六十歲 大概以現階段的國民健康局的統計 大家都以老年人為主 那其實我覺得現在在門診看起來 就是有個傾向 三四十歲的女性的骨質疏鬆的頻率 開始越來越高了 也許沒有到疏鬆 但是骨質不足 她們很容易很提早 就進入骨質疏鬆的這個階段 像我最近遇到一個 我覺得還蠻誇張的一個例子 她是三十幾歲的家庭主婦 然後她就說她在家裡拖地 那拖地拖地後就是自己沒有注意到 她要稍微有點滑倒 她就稍微這樣跌倒 手去撐了一下 然後手撐完之後 她就覺得這邊會痛 然後而且她就覺得她有點伸不直 彎的也有點卡 但是她不以為意 她覺得就只是 就是只是一般刺到這樣子而已 然後她隔了 睡了一個晚上 隔天早上起來覺得不對 她的手她要刷牙 她要做家事的時候 發現伸也伸不直 然後彎也會有點卡 她就覺得她 她這邊手肘不太舒服 想說那會不會經傷到還怎麼樣 想說自己用那個藥膏這樣貼一貼 那一直覺得說還是很痛 她才來看 然後來看的時候 來照一張S光看的時候 其實這種年輕人 他們的骨質 他又不像老年人 骨頭裂開或是骨折的話 是很明顯的 你看到就是錯啊 然後可能骨頭整個就分開來了 或裂開來了 她其實不太好看欸 她就是當下 我一看整體這樣看 我就覺得好像還好 你必須真的把那個S光放大 然後看到她的那個骨頭的地方 真的其實她的邊緣 骨頭 就是我們在S光看的骨頭邊緣 好像不是很平整 這邊似乎有個裂痕欸 她說怎麼可能 我才跌倒這樣手撐一下啊 是不是只是 她想說只是一個經商道而已啊 想說哪個要吃這樣子 我說那你回去好了 就是還是小心 你先不要提重 然後因為這邊有可能 有些潛在性的骨裂這樣子 那就給她開個指痛藥 一個禮拜後回診 然後一個禮拜後回來 她說她不能彎 她腳步越來越受限了 她也沒有辦法畢業 她沒有辦法做這個姿勢 對 後來 X光再一照 這次的裂開 就真的裂開來了 她的繞骨頭的地方 骨折了 然後她自己也會覺得說 她怎麼才三十幾歲 而且才跌倒 手去撐一下就這樣 這不是老年人跌倒 才會骨折的嗎 我就說那不然 你就做個骨密度檢查好了 因為現在你也 就是你 你的確有骨折的產生去照 她其實我們在世界衛生組織上面 要這個T值是-2.5以下 才是所謂的骨質疏鬆 她已經其實-2.3了 所以一個三十幾歲的女性 就這樣 所以我覺得對於一些 平常不曬太陽 少運動的女生 就普遍現在文明社會下 我覺得很多三四十歲的女生 要非常注意骨質疏鬆這一塊 在婦產科比較常看見的就是 更年期或者停經之後的 骨質疏鬆比較常見 很多人都會去做巡迴檢查 巡迴車來檢查的時候 跑去檢查 那個大部分是使用超音波的 超音波的一般公認 是不是那麼準確 也許可以當作參考而已 真正的檢查 還是要去醫院做X光的檢查 對 剛剛講的那個T值-2.5 那個就是X光的 用X光來檢查的 這個才是準確 所以不要說 他用超音波說我正常 那就是正常 用腳跟這樣弄一下 那個準確度不高 不要這樣很安慰自己 所以大家還是檢查一下好了 腳跟一下 那這些 你知道這些骨質疏鬆的人 很多人跌倒就是那個 跌倒就感染 然後就 這種比例 甚至超過一些癌症的死亡率 尤其七八十歲的 這些老年人 摔倒之後 對 就這樣 從此就再也不起來了 那最常見就是一個 剛說過的 腕骨這邊的 鎖腕這邊的 這個 這些都很常見的 有很多老大大就是這樣子 大家都不知道說 他其實切得很嚴重 但大家都沒有去關心他們 那結果造成說 一跌倒就完了 這時候才發現 所以醫院是在努力說 預防跌倒 可是 那個骨質疏鬆的人 跌倒是更加恐怖 那婦產科還有一種人是 那個不孕症的婦女 不孕症的婦女 他們都要打那個 藥那個 叫做生殖醫學 做人工受癮 施管醫學之前 打了一些抗荷爾蒙的藥 那些藥我們通常都會說 不能用超過半年 因為它會 促進骨質的流失 那所以這些病人 最怕就是說 他用了半年 沒懷孕 多段時間又開始 又再用 又又用半年 所以重複的用好多次 然後他們這些人的 以後骨質 會流失的機率 就比別人高很多 像我們肝硬化的病人 大概五分之一的人 就有骨質疏鬆 之前碰到一個老阿嬤 差不多八十歲左右 他就是在家裡面也是這樣做 他也沒坐駕駛 就在那邊走 剛好就是不小心跌倒 跌倒之後就是 然後就送醫院 送醫院發現 他不只 連他的腰部的脊椎 也粉碎性骨折 就兩個地方 蠻嚴重的 那骨科當然先幫他治療 然後開刀 後來檢查一下 像做這個骨密度檢查 發現說 他的確有非常嚴重的骨質疏鬆 那骨質疏鬆的話 他就進一步轉接到婦產科 婦產科也是幫他做詳細的檢查 那婦產科醫師非常仔細 他還幫他測他的維他命D 數值非常的低 那因為我們的維他命D 跟我們的骨質疏鬆 會有相當大的關係 那他一般 我們維他命D 跟我們的肝臟 跟我們的腎臟有關 那他就轉接到我們的 胃腸科來 因為他覺得搞不好是肝臟的問題 才會造成他維他命D 這麼低下 後來我們這邊檢查之後 的確我們做超驗波發現 他是一個肝硬化 那個老媽已經有肝硬化 然後是一個C型肝炎引起的肝硬化 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這整個故事串起來就是說 他其實是有一個C型肝炎 然後已經慢慢進展到肝硬化 因為肝是本身是沒有什麼症狀 但是因為這樣子 他的身體的荷爾蒙 他的維生素D缺乏 然後其實他的荷爾蒙也會比較低 那這樣子雙重影響之下的話 他比較容易骨質疏鬆 導致後來這些骨折的問題出現 我手上有很多乳癌的病人 也是很慘 一個病人才37歲而已 他說來那個 因為他年紀得到乳癌 因為他蠻大的才發現的 他來的時候就打化療 一打化療 各位知道那個化療 一打下去有的時候 就會讓你那個整個卵巢 就攤掉了 所以他打完之後 他的那個月經就再也沒來了 可是他剛好他的那個 乳癌的型態又比較特殊 他又需要吃 剛才之前有講的抗荷爾蒙的藥 要吃5到10年 所以他說他這樣吃的時候 他其實我們沒有特別的去 當初那個醫師沒有特別去提醒他說 你要注意這個骨頭的問題 因為那時候他覺得他太年輕 可是吃抗荷爾蒙藥有一個副作用 本來就有一個副作用 他本來就會筋骨酸痛 那不僅是骨頭的關係 本來就會 所以那個病人在吃藥的時候 吃到第6個月第7個月之後 他其實就常常在說筋骨酸痛 他背也會痛手也會痛 那時候我們都叫他忍一下忍一下忍一下 叫他撐過去 因為有時候再多吃2、3個月 撐過去就沒事了 因為那個藥很有效嘛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他吃 結果他就聽我們的話 撐撐撐撐撐撐 又再撐2個月之後他實在受不了 就跑到門前來跟我們講說 他的背真的很痛 那時候我們那個時候 一個感覺是 不會是鼓轉移吧 我們以為是鼓轉移才會這麼動 就給他照亮S光一照 哇 原來他的腰椎已經壓迫性抵折了 對啊 我們再給他測那個骨密度 原來他的骨密度已經到43.7了 對 所以我們才知道說 其實他以前就是一個很白 就是很不喜歡曬太陽的人 他就是很追求那種皮膚很白的那種效果 所以他本來可能早就已經鼓閉度 就已經不夠了 加上化療之後那個卵巢 又被我們打塌掉 對 又再吃一些看他有沒有藥 全部都加速 所以他這麼年輕就 雪上加速 對啊 雪上加速 那個脊椎整個就扁掉了 所以這樣你算共犯嗎 沒有 又是朋友的故事 身體全身上的下 其實是很精密的 大小小的螺絲 因為小螺絲鬆動 更要注意的 避免讓小病變大病 祝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 各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你知道嗎 生活中的一些小習慣 都可能會影響到你的身體健康 很多人在睡前喜歡開燈 但是你知道嗎 人的松果體 在晚上的時候 會分泌大量的脆黑激素 脆黑激素 可以幫助你快速的入眠 同時可以讓你的睡眠品質更好 那睡眠品質好的人 免疫就會上升 同時可以遠離很多的慢性疾病 但是如果你睡覺開燈的時候 光線會抑制你的松果體 分泌脆黑激素 同時就會營養到你的身體健康 所以如果你晚上睡覺 真的要開燈的時候 我們的建議是你最好戴一個眼罩 讓你的松果體 能夠分泌更多的退黑激素 增進你的身體健康 你知道嗎 慢跑可以改善便秘喔 跑步可以改變 腸道的蠕動 慢跑可以長期刺激 我們腸道神經的調節 另外在跑步之後 補充大量的水分 也可以改善便秘的症狀 另外有些人是因為壓力大 才有便秘的症狀 慢跑不失為是一個紓壓的好方法 所以建議大家在下班之後 找一個空氣好的地方 嘗試快走或者是慢跑的運動 配合著呼吸 收縮我們腹部的肌肉 這樣子會讓便秘改善的症狀 效果更好喔 隔了 對 照片 隔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